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夫每日一字 這個是弦 那我們來看這個弦字呢 是弦掛起來 那個弦字上面是一個線,下面是一個心部 這種寫法是最省略的一個常說寫法 趙孟夫在這裡就是突然一個非常吵的 如果先上下我們來看這個弦 突然的弦,弦字呢算是形書,然後來一個草書 這變化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字裡面 文章裡面經常就這樣,草書、形書、形海 非常草的狂草,都有可能 但是狂草比較少 整體而言比較偏平靜的一種概念 好,那即時草書也是單個字 那筆畫之間也是很平順,這個個性 我們先看楷書非常的複雜 上面是一個線 好,線呢這裡面是三橫 然後再來一個小字 右邊是一個細 然後這也是一個小 底下是一個心 筆畫非常的多 要寫穩定 要小心安排 好,再來流暢一點點 整個一些段筆 我們把它連起來寫 首先呢,左邊呢 我們常常會變成寫一個木 然後再一個橫畫 好,連續性加強 這個連著寫了 好,然後帶過來 心 好,這是行書的寫法 一定要流暢,不要斷筆了 好,那再來呢 更簡單一點呢 就有時候這裡就少一橫 右邊這一撇也不要了 好,來看一下 反正就只有這個字會這樣寫 注意,直接帶過來了 好,那這邊直接帶過來 少一橫 直接也是帶筆過來 好,有些就省略掉了 好,但是這變認沒什麼 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 我們說發展系統跟這個還不一樣 再來就會 這裡上面整個變成一個橫畫 拉上去之後帶過去 跟這裡一樣 右邊這裡 反正我們經常右上角 就省略成一折兩折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第一種 這是王羲之的尺度 旋 好,那右邊是三撇 然後底下它還是寫成一個心字 但是省略變成一橫 這樣子 好,那當然還有不同的寫法 我們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同的寫法呢 它會變成就是這麼類似這樣子 但是心部還可以用三點 那最主要不同就是 它這裡變化是取這個折痕 然後 這裡這蓋子有0米 那也就是說這上面本來是一個木 變成一個 可以繞一圈圈 這一點不要也行 直接繞過來 右邊呢 剩下寫小 不寫上面 稱呼省略的 也是這樣 然後也有 那我們先寫這一種形式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直接繞 好,直接繞 但是用三點 好,這樣子 那張茂芙呢 當然 這裡就斷筆了 我們來看它的寫法 旋 所以如果單純寫線 就寫上面這裡是可以的 好,這裡一個小 然後底下繞一個文化 這樣子 好,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